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 日前因教育处长 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同性的看法 引起部分的家长不满与质疑 众多议员 接获学生家长的投诉 而今次在定期会上 提出此议题一同探讨 其中议员肖志全 认为多元同性都能互相尊重 孩子的问题多应去关怀 期盼相关单位能互相沟通联系 让现在的教育能更好 其实各种性别我们都可以 多元的社会我们互相尊重 不过只是我们的角色扮演 我希望你因为你现在面对的 都是我们国小国中的小孩子 他本身智能还不是很成熟 不要因为的这些动作造成他们的误导 我们的最高教育出场也是支持的 怕有这种概念这种观念 希望说你在初里面你刚过来 里面跟各学校校长彼此的沟通 大家多多做一个联系 希望能够把教育出场做得更好一点 议员检世盛表示 对于孩童离异延迟 尊师重道的观念应多加强 关于通信方面应多开导学生 把正确观念纠正好 期盼相关单位多加强辅导 我们大家都有生儿童 我们也我们下一代 你没有希望你的后生 再带一个女孩 再叫你妈妈 要让你传送接待 你要跟她们 这个女孩说是你的媳妇 所以我会给我们介绍 这个女孩说这是你的媳妇 你发动跟她们 你给我们介绍 相心比心 我也在这里 拜托的触定 要加强的礼益廉耻 性向方面 真的要好好的 来把它纠正好 因为有更好的女孩 跟女孩的更好的是没错 那个都没错 可是我们在客量上 这个礼益廉耻这些 真的我们要特别的加强一下好不好 在今日定期会中 多位议员对教育方面 以及同性的议题 提出建言及探讨 期盼宪府相关单位 能多加强宣导 且及时纠正孩子 对于性向的正确观念 明日新闻专门线 蓝头县议会 差不多